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果 又过了一个周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09-1-50 这个新品种呢 之前看的时候是特别多 大家知道 前面两三期那个视频 发落果特别多嘛 垂下来 现在已经啊 它已经仿上去了 大概原因就是 有人捡摘了一点 还有一些是掉果了 因为我们你看 现在有那个针锋很多的 那个果实盐 还有一些是裂果的 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打药了 这个 大概有两个月没打过药了 所以它基本上掉了很多在地上 很多在地上的果 然后今天呢 这个基本上是可以摘了 或者推辞一个周也可以 也会9月初8月底 基本上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摘的 这时候成熟的 它大概一个果是12克 糖度的话是21 22左右 还是蛮甜的 它皮是蛮薄的 肉是蛮厚的 蛮脆的 蛮松软的 离合是挺容易的 啊 这品种还可以 目前在整个果园 目前七八个品种开发结果的 啊 比较可以的品种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品种09-1-50 然后就到水沟边啊 水沟边 应该大家也知道水沟边这个 之前讲过水沟边果特别大 基本上是16 17克 16.5-17克 啊 甜度呢也是19-20左右 还是可以的 肉特别厚 啊 比较推荐的就是这个 这个品种跟水沟边了 这个品种是现在的时候成熟 我们冒名地区是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其他地区 可能还会推迟一点 如果你是 广西那边会说不定可以推迟半个月 说不定是可以的啊 福建的话应该可以推迟一个月 在福建地区或者四川卢州啊 重庆那边推迟一个月的话 应该就是国庆节中秋节的果了 这个应该还是可以的 如果是搞这个品种啊 这个品种现在还没有命名啊 还没有审定 可能到明年如果产量高的话 整一棵树多的话 可能会那些专家他们过来审定吧 现在的话我准备把它摘回去 我现在先爬树摘 摘完之后再拍给大家看一下 Hello 刚才我已经摘完这个龙岩了 09-1-50 这是它的串果 它的皮是很薄的 啊 不要甜不要脆 啊 其实它的果是更多的 只是它掉了很多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一串现在只剩一个 你看这一串也是掉了五六个果 这里 这里又掉了 实际上它一整串是紧凑型 特别好看的 当时我拍的时候 前面两三期的时候 不是特别多果吗 垂下来 现在就 我们这边下了半个月的椅 八月初到现在 八月十多号一直都在下椅 啊 所以它会裂果 它会掉果 掉了很多 特别多 还有我们两个也没有打过药 所以它的皮看起来 你会看 感觉都有 一点花皮 有点 有点黑色 所以它不是特别 如果你管理的好 是特别黄 特别亮 着光泽度 特别好看的一种 我一种果形果翠 这个品种是我比较推荐的 我现在是8月24 我今天摘了 其实应该可以流果一周 应该也是可以 大家看一下它要果这个 你看很特别紧凑 你看这个是裂果 就下了半个月的椅 掉了很多 你看这里这掉了一个都没有了 你看这些 啊 当时我们花的时候是出过花的 所以 所以它就没这么多果 实际上 大家看到吗 这个也是 我们输过花了 当时 这个就是 你看 特别紧凑 特别好看 如果是整一串都还有的话 还在的话 现在基本上掉了三分 二分一 可能 可能落果落了二分之一 现在 因为半个月下雨 我们两个月没打过药 没管理过 所以已经很不错了 能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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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串果 啊 当时的话 垂了特别多 我们在那里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果形 是大家已经看到了也是蛮好的 蠻紧凑的 大家也看到了 是吧 咱们先看一下果吧 你看黄黄了 应该是可以的吧 这个果形 那皮特别薄啊 大家看到没有 你看它又晶莹剔透了 还是不错的 看这个是它的皮 皮很薄的 特别薄的那种 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是它的肉 你看 很晶莹剔透 肉是蛮厚的 蛮脆的 大家看一下 可能放阴凉一点 大家看到没有 那咱们转过 啊 现在 现在我已经转过这个镜头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果 咱们来尝一下 你看这个手上 我这个针锋 果实盐 说明我们两个也没打过药了 所以它能这样那个针锋特别多 把那些果弄坏 大家看一下 蛮松软松脆的 你一咬开就直接可以断了 啊 现在甜度啊 应该有 有二十一左右 二十左右 蛮甜的 水分的话 还可以啊 它 它是 它这个肉里面有点水分 啊 其实它就不是很腻 不像储粮 储粮是甘甜的 它这个有水分的 所以它感觉还是可以的 对了 它盒这里还有一点水分 你看它有点水分就是不一样 其实它就不是腻的 它咬了离合特别容易 你看这个很干净 刚才我一咬就松软了嘛 不是我们再来试一个 大家看一下 已经咬开了 很简单 看到没有 离合特别容易离那个肉 你看这个头饼这里 一般没什么肉 只有它这里 根肉特别松软 特别容易 这个品种比较推荐 这个品种是09-1-50 目前在众多里面 结果的有 保湿一号啊 脆香啊 醇香啊 醉香啊 醉香啊 叫香啊 还有一些 浮缓八号啊 还有几个没有命名的 啊 我比较 还有水沟边呢 我比较推荐的话 在这么多结果里面呢 可能就是这 这个品种是比较好一点的 大家看一下 可能太阳太晒了 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品种 09-1-50 大家知道 到时候命名的话 再看是专家怎么命名吧 啊 这个品种是不错的 要果形果脆 要比较紧臭 幼稚要 比较甜 比较松软啊 而且 也是现在才成熟 我们茂名是八叶底 如果是其他地方的话 可能更好啊 可能可以达到推迟一个月吧 是吧 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个品种 啊 要再有就是水沟边的 啊 然后其他的 有几个还没有长 就是醉香 醇香 醇香 叫香 啊 这几个还没有长 啊 还有一个是没有命名的 还有两个 还有一个是叶枣叶香 叶香前面有一期视频拍过 啊 那个品种又可能有点偏少 啊 成熟期的话应该是九夜处理 但是他又现在还少了 啊 还不确定再过两周或一周之后 再来看一下 慢慢尝试 现在的话我们还有三四个品种 还没有摘 啊 但是果不是特别多 啊 可能就二三十例这样 啊 到时候再尝一下吧 啊 今天咱们就来给大家啊 啊 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没有命名的 特别好 嗯 我感觉是可以的 不腻的真的 啊 这个品种不错 而且外观特别有紧臭 外相 外观特别好啊 但因为它很短嘛 基本果碎果形都在那里 而且皮也比较薄又比较厚 啊 啊 反正呢 建议的话最好是 啊 如果你要种这些就 最好还是要自己去尝试 自己试试 你觉得OK你就种 啊 不要专门听别人 因为还是要自己去实践过才知道 很多东西是吧 啊 今天咱们就来讲一下这个 啊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在下方评论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冰狗 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